为天下人寻找好医生 这位演员是我们的著名女演员杨子 她也饱受风疙瘩的困扰 是多次发微博求助 那究竟这个病是怎样的一种疾病 让女明星也束手无策呢 接下来的时间 就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专家 她是来自淮南朝阳医院中医专家科的李明医生 让我们掌声有请 李明医师淮南朝阳医院中医专家科 中国专家人民词典再入者 中国当代名医录光明中医之录登录者 深圳特区人才精英录 一代风流医名载入者 李医生您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寻马疹啊 其实经常听说 而且女明星都解决不了这个病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个寻马疹 这个我们中医叫疯团 又叫疯疹快 是一种常见的人体皮肤免疫性疾病 说白了就是一种过敏性的急症 或者是时间长了变成压急症 或者最后变成慢性寻马疹 我们中医看来寻马疹人多半是因为平日里自身的身体 这个内阴来看的体质偏弱 阴血不足 阴虚内耗 血虚生风 或者是因为外界在刺激一下 内阴外阴相机和皮肤反复发作 经过长时间还不痊愈 这个风邪是本病主要的外阴 哦 风邪是外阴 同时跟内阴也有很大的关系啊 那我们这个病的症状是什么 是不是身上就是会起红色的包 像蚊子咬的那种 像那个蚊子咬的呢 像秋疹 红疹是有的 但是呢也有那个红色的包 这个包呢它有个特点 它不是圆鼓鼓的包 往往它是平板包 哦 是平板形状的 就界限清楚的高出平面 那我们这个症状是怎么发起来的呢 今天在现场我们也拿来了道具 李医生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好啊 有请工作人员 就像这样一个这个气球 假如像这个是你的人体的皮肤 当外界的不利因素 致命因子进攻人体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皮肤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反应 这个气在这个人体上就叫风 这个风的攻击形成了一块 这个像一个团块 所以叫做风整块 又叫风团 这种风团 这个风整块形成的这个蜘蛛疹呢 开始像蜘蛛疹后来就形成这样的斑块 叫做风团 这种斑块一般来说来得快去得快 一般来说不超过24小时 休退以后你不留任何痕迹 哦 蜘蛛疹在形成的过程中呢 会导致这个烧痒 因此这种蜘蛛疹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烧痒和风团 也就是您说的 这虽然来得快去得快 但是这个骚痒的难受劲还是挺严重的 是吧 而且呢 我听身边的朋友有人说 这蜘蛛疹不好治 反反复复 好像根本就没有办法治愈 是这样吗 有这说法 在蜘蛛疹的治疗上 中医很有优势 很多人认为是不能治愈 但是中医认为可以通过调理身体体质 从而治疗这个病 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的 去年的入冬的时候 回老家 东北老家 天气冷一点 这样的他就遭受了风寒 就得了这个风寒型的风团 风寒型的风筝 西医也叫蜘蛛疹 浑身难受 养得不行 年都没过好 他去看病 医生说你这叫皮肤过敏 那他吃了一些抗过敏的药 又打点滴 那还真有效 但是那过几天又来了 又发作了 他又去打针 就这样总是反反复复 后来他找到我 我一看 我说你这个是遭了风寒的引起的 中医叫这个风筝 风筝的六大类型 你这个是属于风寒型的 就很简单 结果给他对着一下药 就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都没吃完 五天就好了 那刚刚呢 我们说到这个朋友 也是真的很幸运啊 您经过了很准确的判断 就给到了他 适合他的治疗方案了 那这个风寒型的循玛诊 是您经过很详细的询问 得出的吗 对啊 我非常详细地询问了他的状况 他的症状 发病的时间 和过往的病史等等 他也非常配合 说得很详细 很多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情 都可能成为判断病情的原因 就因为他说了会东北老家 遭了一点风寒 搞暖和一点 穿得厚一点 他就舒服了 他就不痒了 就知道了他是风寒型的 如果病人说的不详细 病人很难判断出来 是哪种类型的 他要自己详细询问 找不到病根 分不出类型 绒统说是循玛诊 没错 但是振兴不准 那也是不行的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只要能特别详细地 细致地跟您讲解 自己的这个病情的情况 您就可以给到患者 一个更加准确的判断 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他提供的素材 他的精力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分析的一个前提 当然还有我们医生的判断 根据他的舌头 这个形状 根据他的面容 尤其是他的局部 比如说循玛诊 某个地方养了 就局部里 站在养的时候 这张照片很有价值 我从他的照片的颜色 是白的还是红的 我就能基本上区别 它是哪种类型的 太好了 那我们广大的 这个观众朋友们 大家也要记得 在跟这个医生 去沟通自己病情的时候 一定要足够的详细 我们也要信任 咱们的医生 是吧 那今天呢 也想问一问李医生 现在因为各种情况 可能大家 也不是很方便去外地 一些外地的患者 怎么能找您看病呢 现在也很方便了 我们可以通过线上资料 那也想问问您 可能很多的 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 还是会担心 我平时都是面对面的 和医生去看病 这线上看病 能看好吗 你还别不相信 我问一下 你看病的时候 会不会有看见医生 从头到尾 什么病的都想说一遍 生怕落了什么情况 医生就发生不好你的病 你是对你自己健康 是很在意的 您说的真没错 我觉得可能 不只是我 很多的这个朋友 都会是这样的一种心理 确实是这样 很多患者 要么看见医生 有点紧张 说不明明话 要么是什么都说一遍 这时候线上治疗的好处 就体现出来了 这样一方面 避免了变得面患者的紧张 另一方面 又能增加我的治愈效率 李医生 您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病 它是反反复复的 您在过往的 这个治病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过 就是反复起 循玛诊的这样的病例 而且我在想 这个病 是不是来得快 去得也快 咱就是吃点药 稍微凑合一下就行 不用非得治疗 这样想法是不行的 因为什么呢 这种循玛诊 我们分有六大类型 其中有一种类型 叫妻子血液型的 妻子血液呢 它与这个内因有关系 心情不好 肝气愈节 造成那个妻子血液 这个时候 都会出现 妻子血液型的循玛诊 找准病根很重要啊 而且这个病 它来得快 去得也快 但是我们还是要重视 不能不治 这样的一个疾病 我们是因为什么原因 引起的呢 在这里呢 我们也有一幅图 您来结合这个 帮我们讲一讲吧 循玛诊 它这个 首先第一个是外界感染 比如说 有这个物理上的东西 比如说 毛红红的 毛球术 什么花粉 刺激了皮肤了 食物 吃东西 日常生活中 人不吃饭是不行的 什么类型的食物 会引发循玛诊呢 有蛋类的 有鱼类的 有奶类的 因为食品上的不足以 导致蜈蜈蜈的发生 还有精神因素 这叫精神因素 精神伤害的 比这个细菌病毒 对人体的伤害更加严重 还要严重啊 精神很重要 很重要 甚至于超过这个细菌病毒 对人体的伤害 那您说的这个细菌病毒 是不是就是指感染这个原因啊 是啊 那个细菌病毒就是有感染有关 一般感染会有什么 除了细菌病毒 还会有其他的类型吗 你比如说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寄生虫啊 蜈蜈蜈的那个刺毛毛 也是一种刺激 还有真菌呢 真菌 各种不良的因素 侵入人体 早知这个 这个蜈蜈蜈的发生 哦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吸入物 中医人们 肺主皮毛 你吸入物 吸到肺里面就来 怎么搞的皮毛呢 它人家全身的皮毛 都会肺直管呢 还有那二手烟呢 那个粉尘呢 空气色围气啊 这也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碰到的东西 当然了 还有种花粉 动物的皮毛 皮屑 烟雾 都是可能诱发群麻疹的病因 第五个来讲 物理因素 物理因素我们知道 任何病人都会有一个发病的环境 所以环境因素也是诱发群麻疹的主要原因 其一叫日光性皮炎 寒冷 你刚干了一番火 身上出了一点汗 突然到了空调房里面 因为寒冷等等 还有湿热 在某个房间的很闷热的话 或者没雨季节 或者窗户不透风 阳光缺乏等等因素 就导致了人体不适应 导致这个群麻疹的发生 这个原因还真的是不少 所以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要多多注意 包括保持一个更加良好的心态 李一生今天讲解的内容 相信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都能够更加的了解寻麻疹这种疾病 如果大家出现了今天所讲的这些症状 千万不要拖着 一定要及时就医 并且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那也希望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找准自己的好医生 找到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 如果不知道如何找对医生 大家可以来淡行好事APP 我们平台有在线医助 辅助患者填写问诊单 您详细填写之后 平台会通过大数据 帮助患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好医生 您在平台首次治疗之后 只要及时反馈您的治疗效果 平台就会把首次的治疗费用 退还给您 而且反馈的人越多 我们的大数据就越完善 就会有更多的患者受益 因此淡行好事APP 既能诚信医疗 又起到了帮扶的作用 今天李医生也专门为我们 邀请到了自己的一位患者朋友们 让我们和他一起连线 听一听他的治病经历 周先生您好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姓周 我叫周泽新 我今年55岁 我67年前得到这个鱼马疹 现在已经好了 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红肿 有点疙瘩 全身烧痒 不能睡觉 影响休息睡眠 我到当地的这个医院去 他给我开的过敏药 也开的这个打的点击 当时可以有用呢 有用 隔两天以后 用两三天以后又算了 他不能出根 家里人很着急 我父亲说 你可以找中医看他 中医我一看了 我就到了当地的眉医看了一下 李医生家就本来他就是五代型医 当时我就给他看了 我吃了两个疗程吧 好像是就好多了 就慢慢地根治了 那您刚刚也讲到说之前其实也看过很多医院了啊 吃过药打过点滴 对 但是都没有好转 那个时候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那个症状也像这样好转 那不痒了 不痒了隔一阵子呢 隔几天以后又痒起来了 然后又又开始复发 当时复发呀反反复复 是不是对生活也产生很大影响 对对 就不能睡觉 他全身养养的 不能睡觉 不能休息 家里人很着急的 那不能睡觉 是不是这个生活上也就精气神都不足了 对 精气神不足 经常性打磕对 那骑车子不安全 做到造型上那都是晃晃晃晃的 有点晕晃晃晃的 后来这个李医生解决了您 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啊 您是不是一直后来就在李医生这里看病啊 我一直在在这看病 但是他讲我一个事情 我很后悔这一辈子 就是他讲我失去重 我当时我就觉得关节方面 有点酸酸荡荡的 新麻疹新好了 治好了 有点麻痹大意了 隔了几年以后呢 我这个失去造成我脑梗了 造成我脑梗了呢 当时不能行行走 现在吃到他药呢 我就能行走了 他讲去病如除湿的 当时失去比较难除 这样你慢慢地吃药 吃一段时间 就失去到你这脑梗就跑得差不多了 当时很后悔 我就跟李医生说 李医生说 你后悔吧 我想对 就点后悔 当时没听你的话 那别想问问李医生啊 其实周先生去找您看病也好长一段时间了啊 很多年前的事了 您还记得当时他的情况吗 他第一次找我说当时是在淮南嘛 虽然已经很多年过去了 但是他一直和我建立有联系吧 但我也了解他情况 以前我也知道他熊八仑好了 但挺的失去还是存在的 但是又通过问诊的话 您看到舌台觉得的确实有关 因为详细地询问了病人的病情 症状过往的病史 因为我也知道他原来就有凤事管理员 这种失去这个什么管理前级业什么的 他就看到我的要求说的很详细 越说越详细 我就知道是一种这个失去超标引起的 他说一次多久呢 我说这个啊 进入脑部的话就慢起来了 长沿道来入强道去入出师 这个就很难一下子给他搞掉了 但是总而言之到现在的话呢 这个他已经 我现在给他自己现在已经下来走了 就恢复效果已经算不错了 那后来其实是非常非常信任李医生的 现在是不是有身体有点哪儿不舒服 就去问问李医生 现在就像一般朋友一样 没事就是咨询他 没事就问问他 对 所以经过了这个李医生的治疗 您这个寻麻疹就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的效果啊 特别好 李医生周先生是不是 现在也是经常有点什么小问题 就先和您联系联系问问您 对对对 确实他是一直找我看病的 但是有时候也不是每次都来医院 后来你因为他在上海嘛 就线上看病 为了问他的状况 让他拍一下他的色彩 是看到色彩上面 色彩下面 他也是非常的配合 那线上治疗的方式啊真的是太方便了 像周大哥这种可能身体不方便 或者是家庭原因来不了这个医院的朋友 我们就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去问诊 这样呢既把这个路费还省下来了 咱就花在治疗上 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 特别的方便特别好 您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通过非常详细的这个问诊 对吧 他的症状啊 然后他的既往病史啊等等 都非常详细的判断 其实是形成了一个大数据库 是吗 对对 这个数据库是不是有利于您 在线上给到一个 更加快速和准确的诊疗方案 这个非常重要 你要知道它的前因后果 特别是你要知道 原来是个什么体质 那这个就现在很重要 特别是在线上看病的时候 你看这个周先生 他以前我认识他还好一点 如果不认识他 就一定要想得详细一点了 现在看病 原先我不知道你什么情况 那你这个一定要干到我的要求 把我的问诊表 填得仔细起来了 填得认认真地仔细 再通过大数据 匹配给那个有关的 适合的磨研医生 有把握的 能会治这个病的医生 就可以轻松地 就能够挂对你的科室 那找到专业最后的医生 这个误诊的情况 你也是会大大线少 让那些狡猾的病情 就无所担心 真正做到了 让患者少走冤枉路 少花冤枉前 一种很好的方式 而且大数据 也可以让我们更加准确地 去做判断 那其实今天我们一直讲到 说寻麻疹是一个反反复复的疾病 那这个反复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呢 西医呢就是强调这个抗过敏 我们呢就强调这个病因治疗 我们是把它分成是六种类型 这个每一种类型的这个原因不同 就病因不同 自发也不同 那不能笼统地说 你寻麻疹 我就搞抗过敏药 就旧皮嫩皮处理一下 那也能好 好不长 管不长久 病根还在 反复 这叫什么 病根还在 病因被除 反复必然 这反复是必然的 搞成这个慢性的了 很多年不好的话 它是有原因的 这个内因是什么 内因你不解决掉 旧皮嫩皮 表面滋痒 表面抗过敏 是管有效 但是你病因不除 病根去不掉 所以要找到病因 那一定要 我们组业就分得很细 分有这个六种类型 那一定要是有针对性的 找准了是哪种类型的 有针对性的治疗 对因治疗 才能真正地解决病根问题 周先生 看到您恢复得这么好 我们也特别地高兴啊 那今天在看我们节目的 很多的观众朋友 可能也有一些是患者朋友 您有什么样自己的治病心得 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我最后得到脑梗以后 我没听李医生的主播 我很后悔 我应该希望大家以后要多 多听医生的主播 就是不要做后悔的事 就是我现在脑梗很后悔 当时要是听了李医生的话 治疗失气就没有这个后果了 当时李医生讲我 这个失气很重 当时我觉得呢 也不影响生活 顶多观念有点痛 就有点点痛 能忍受 就麻痹了 就没重视 我现在后悔了 就是当时没听李医生的 医主 要听医生的医主 一定要认真的 去听医生的医主 好好的治病 好 谢谢 谢谢周先生 就是我们要重视自己的病 并且呢 要遵医主听医生的话 好 谢谢 怎么了 你这是哭呢 还是唱歌呢 哪儿啊 这长得一嘴泡 刚才这不一念稿子咬着了吗 你这是想吃肉了吧 哎呀 不是 我这一会儿一定得去看看 别一会儿了 我跟你说 线上问诊吧 但行好是APP 在这个上面啊 看诊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你看 在线医注 直接按照医生的要求 和患者对接 然后协助患者填写详细的问诊单 问诊单呢 填写的越详细 平台结合大数据呢 就能给你匹配到 你能治疗的患者了 而且呢 患者填写的越详细 这匹配的医生 就更加准确了 呦 那还真好用啊 是啊 这样能帮助你节省不少 自己前期问诊的时间呢 而且呢 这节省出来的时间啊 可以用来帮助到 更多的患者朋友们了 医生呢 能帮助更多的患者 这患者啊 也能够更快速地 省时省力地得到治疗 那可太方便了 我怎么下载啊 特别简单 你看这儿 打开手机用市场 搜索弹型好事 就可以下载了 同时呢 各位朋友也可以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联系在线医住 帮您对接好医生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 那么李医生 在节目的最后 您还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 想要嘱托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吗 其实无论是什么病 保持良好的心态 都是十分重要的 是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如果自己都放弃自己 那医生还怎么帮你呢 李医生说的真是太好了 我们不仅要保持好的心态 也要找到一个好医生 像李医生这样的好医生 那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咱们也不要担心 我们也会帮助到大家 寻找到好医生 我们要心怀希望 相信总有一天 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棒了 好吗 谢谢大家 那再次感谢李医生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本栏目由诚信医疗帮扶平台 弹性好事APP冠名播出 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弹性好事 即可下载APP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联系在线医住 帮您对接好医生 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 为您匹配适合的医生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能为更多患者 找到适合他们的医生 以及针对每个病患 合适的治疗方案 并且我们的首次治疗 所有费用都将退回给患者 来打造诚信医疗的同时 又起到了帮扶的作用 你也可以把弹性好事 告诉您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帮助他们也燃起生活的希望 另外我们在全国 寻找能拯救患者朋友 与水火的好医生 请擅长治疗 静蓝性邪静 唇炎 脂肪瘤 静脉曲张 鱼鳞病 梨状肌 综合征的医生 同时 只要您有一技之长的好医生 请与我们取得联系 去帮助更多饱受 疾病痛苦的患者 如果您身边的亲朋好友 正好也是医生 有妙手回春的医术 也希望您帮忙转告 我们一起携手 帮助暂未摆脱疾病困扰的患者们 早日摆脱疾病的痛苦 找到生活的希望和幸福